照片中有人在喝珍珠奶茶 有人在机车上大口吃鸡排 还有人在超商买水 这些都不是真人照片 而是一名日本网友利用AI绘图 制作出几张台湾男子的图像 主题都是他认为台湾男生常见的日常模样 有人戴黑框眼镜 穿着卡其色T恤 手拿一杯珍珠奶茶 向前方微笑 还有人与好友们一起背着登山装出游 以及身穿T恤和短裤的两名男子 豪迈的坐在机车上吃鸡排 贴文曝光后立刻引起不少台湾网友关注 纷纷将图片分享至社群平台 留言表示 我有一个朋友还真的长这样 街上都能看到这些人 更有不少网友留言起哄 纷纷抢着认清 表示这里一定有人叫家豪 而且职业一定是工程师 也长得好像网红阿滴 引起网友们热议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